各位朋友 落報我不講長的時間又到了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洪天斌 投資發展推廣協會的監視 大家都聽了幾集洪天斌講關於貨幣 今集我想還是繼續下去 因為廣記都講不完 你還想有什麼發揮呢 很多貨幣的蛇接觸和經濟相關 說真的 錢多 財富多 錢少 物價也會因此改變 去通過貨幣的 我們上一集就講到澳門香港 包括中國或者新興市場這些地方 都是比較依賴美元的 都會拿他們做儲備去發行貨幣 但是這個也有一個閉處就是 貨幣政策 這些依賴美元做儲備的國家 貨幣政策都會需要因應美國的貨幣政策 去調整他們的貨幣政策 如果不是就可能很容易會發生一些匯率危機 或者是金融恐怖 譬如歐洲 歐洲很多國家推行歐元 都是和美元分庭抗禮的 但始終對美元的依賴也有相當 是的 因為其實美元是上一個貨幣博弈的一個贏家 就是最近一次 就是金本位瓦帶之後 美元上來 其實歐元也是應用得很廣泛 因為其實它都是在一些發達地區 就是歐洲的地區 都是應用得很廣泛 它的地位 雖然沒有美元那麼厲害 但是其實它也是排行第二 因為它是跨越很多國家在一起 所以形成了力量是匯集的 是的 雖然它就 就是之前那幾年又有歐債危機 其實歐元的力量 就是加上英國脫歐 歐元的力量可能就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但是說真的 都未有一些很嚴重的打擊 就是不會說歐元在世界上不公願 暫時都是美營之後就到歐元 最低限度給人一個感覺 就是這麼多國家 你要加起來為非作大 並不容易 大家互相看著這本書 大家都有所參與 是的 其實歐元 就是這麼多國家的共同一個協定 他們的協定就是 有一個挺特別的 就是它的貨幣政策 統一由歐洲央行去統理去做 至於這個財政政策 雖然各個國家是獨立 但是他們都有一定的協定 譬如說他們國家的債務上限 之前是定在60%以下的 但是自從希臘出現問題 其實很多國家都受不了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國 其實都已經受不了這個60%的底線 還有其實現在很多發達國家 他們的國家債務佔GDP的比重 都是超過了60% 包括美國、日本 但是現在有一個特徵 就跟以前不同 以前的國債主要向本國負責 現在的國債超越了自己的國家 即是被其他國家買了它 作為一個投資工具 或者一個平衡 是的 就好像美國國債 其實它很大部份都是外國去購買 歐洲都是 不過歐洲它 可能都是比較集中在歐洲國家附近 外國購買都有 但是沒有美國國債這麼普及 所以其實美元 其實它就在歐洲之外 或者應該說全世界最普及的 應用得最廣泛都是美元 美元債 在經濟學上 很多人說 以石油 用什麼交易 為一個例子 特別是用美元 從來都說 敘利亞它想不用 美元做加入單位 失敗了 其他還有很多 包括因為這樣 而受到牽連的 有卡達菲等等這些 是的 所以美元的應用 主要是石油 為什麼石油這麼重要呢 其實石油 除了我們交通運輸 應用比較廣 工業也是 工業 工業 甚至是食品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 其實很多 例如膠袋 一些塑膠的製品 其實它都是需要用石油去煉化 所以其實石油是一個很主要的原材料 然後其實除了石油 原來美國它的農產品 這些主要農產品 世界最大的農產品就是大豆 粟米、小麥和稻米 這幾樣都是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 而美國也是這些農產品的出口大國 所以其實它除了石油之外 它還佔據著一些其他主要原材料 即是農產品原材料的交易 所以它在國際貨幣地位 也是有原因 現在看到全球都想對抗美元 包括你看看人民幣已經是 歐元 另外將來會不會 恢復黃金的輝煌地位 為什麼呢 其實黃金的地位一直都沒有改變 也是很崇高 至少它也有觀賞收藏的價值 是的 我覺得黃金的特性是 它很適合用去做主權財富 它天生就是一種貨幣 而且它的總量是 大體是不會怎麼變的 因為它也有限量去生產 即使擴產也有多少 另外它算是順度 比較容易計算 鑽石近年都有一個計價的標準 但是黃金的標準 是比較嚴謹的 是的 因為黃金始終 鑽石它可能每一粒都不同 但是黃金它就是 行有不變得來 它也是 也可以用來做裝飾品 是的 標準化 而且它計價那裡是可以做到這個功用 因為貨幣其實就是計價儲存 以及交易用途 至於其它貴重金屬 似乎就給不到它的地位 例如白金 是吧 銀 銀比金就拋離很多 其實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最初是黃金 白銀就是我們中國用的 其實就是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宋朝那樣 開始廣泛應用 不過 購物你就算了 多少兩銀 多少錢 但是因為我們交易現在太頻繁 以及我們的財富的數量太多 所以其實黃金去做計價不是不好 但是因為它的量已經跟不上我們現在的貨幣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 現金來說 可以做一個儲存財富的工具都是很好 但是譬如你說要交易 始終都是需要一些更便捷的貨幣去用 但是黃金其實可以作為一個貨幣發行的抵押物 這個我覺得是行有不便 例如你發行多少貨幣的時候 需要多少對應的黃金儲備 這個都可以其中之一 包括有些國家 就用一籃子的貨幣來平衡 亦都有 這個貨幣的課題講下去 有段時間可以發揮 下集我們不妨再去分析一下 如果黃金印成好像鈔票那樣又如何 多謝洪天斌 作詞又有限 請多謝洪天斌 在雲地下 請多謝洪天斌 овой座 其中一個 或許 錢斌